就是我知道这个年节假期大都会出去旅游嘛 对不对 很多人呢 可能会去中国大陆啊 去台湾香港 然后回来之后呢 身上带了一大笔钱 那最近就有个案子 就是一个小姐 她好像带了很细带大笔的这个美金 超过一万块钱美金入关 结果没想到她没有申报 然后呢就捅了一个楼子 对 当然的话 在美国的话 1976年通过一个叫RICO法案 RICO法案的话是反黑的 连作法案 就是说她就担心的话 那个黑帮社会里边的话 利用这个分批这样子来申报 所以她基本上 你申报的话 最重要的话 是要防止死钱的行为 所以很多人的话 尤其是回台湾回大陆 从这边那边过来探宽光的话 准备要买LV 准备要采购的时候 拿了一大的钱 以后她往往不敢申报 以后败了两万块钱 她说我只有八千块钱 如果警察的话 一拦只烧查起来 里边的话 她会再跟你警告一下 只能说 你要知道里边的话 你给我们讲假话里边的话 是属于联邦罪 我可以没收你的钱的 因为你还继续的话 她烧查出来里边 超过一万块钱 你没有申报 这种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同样的 可以没收这个钱 很多时候 常常民众发生 一个致命的 就是第一不申报 第二个里边的话 就是一家人四口人 以后的话 你拿四千 我拿四千 大家拿四千 这样那个一万五 全都分散了 就不用申报 不对 这种情况之下 你分化整为零 以后要避免这个申报了 还是被处犯刑罚的 那一般的情况之下 你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敢申报 或者是你是觉得的话 你对美国法律不懂 或者是邻居朋友 帮你带一堆东西 里边有现金 以后这种的话 加加起来 超过一万块钱 你没有申报的话 海关可以将钱扣下来 那第二个致命的话 就是说 她会给你的通知 很多游客里边 来到美国 没有美国的当地的地址 所以的话 她给你的通知 是到大陆去台湾去 等你收到通知的时候的话 可能永远没有收到通知 她发出这通知里边 那三十天之后 你必须要做回应 她从她祭出那天开始算 这是联邦罪吗 这是联邦的 但是这个属于民事没收罪 但没收里边的话 如果你三十天之内的话 不做回应里边的话 等于你自动放弃你的权利 就将钱都全部充公 所以很多时候 一旦是你是从海外 进了美国观光的话 你只要证实 第一 你申报的话是无薪的 不是刻意要去 去那个 去去渔满政府的 第二个 这钱是合法所得的 我在国内开公司 或者是 我是 我的亲戚给我的 以后来美国这个钱的话 是做合法的用途 如果是要来大学平 当然了 欢迎 美国政府很欢迎 来交学费可以 OK 它那个合法的用途里边 就是说不能够资助任何违法的行为 就是帮忙购买军火 这些东西 或者毒品 墙线 这些东西 任何在美国消费的旅行的学费 都是合法的用途 最后只要你说 我你看看 我 我 Daniel不好意思 打个岔 我之所以会问 如果这笔钱 如果你跟对方讲说 你是要来大采购的话 我有这个疑问 就是因为你知道最近那个苹果 就是那个iPhone 就是最新的那个S4 4S 4S 出来吧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来这边大采购 对 回去中国大陆 它一台可以卖到1800块美金 有可能 对 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带大笔 大笔的这个美金到这边来 还是要采购的话 对 这个还不会 并没有违法 对 并没有违法 为什么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你必须要证实 你的钱是来路 是合法的 虽然很多时候的话 你只要合法的证实 都没有问题 你申告 我们有个客人 带了10万块钱来 在证实里边 我是来Las Vegas来玩的 没问题 Las Vegas 欢迎你来 这样子 拿钱来 拿现金来赌的 以后 因为我在国内的话 就是企业的 所以这些的话 最重要的话 申报的时候 不用对对方抽税吗 不需要 对 因为为什么 很多人担心的话 会不会被抽税 会不会盘论 你只要证实 我这个钱 可能是我和银行所得 合法所得 以后 我是我的公司 上市公司的主管 还得是我房地产公司的主管 我给小孩子带来的学费 虽然是几万块钱 so why 我并没有触犯法律 只要你能够证实 收入来源是合法的 用途是合法的 我们在过去 处理这些没收案子 而只有一个案子里边的话 不像钱拿回来的 就是他来说 我带个钱 是来帮忙朋友 看病的 后来的话 我们就是查了 他没有跟我们讲 看病这个人里边的话 这个病人的话 是非法移民 已经被移民去驱逐出境的 所以后来的话 他们一查 所以你所有提供的资料 必须要真实的 他一查 不对 你这个人里边的话 已经是被驱逐出境了 以后的话 你还来赞助他 所以的话 他就是说 你的合同 你的这方面的用途是不当的 但是的话 我们的辩护理由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他是非法的 OK 我觉得的话 出于人道主义的话 他有病 住不起医院 我们家人筹钱来帮助他 所以的话 是不是一个刻意去 后来的话 这个钱还是追回来了 那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即时在三四天之内 能够证实 像移民局海关的证实的话 这个钱是合法来源所得的 以后的话 并且的话 使用的是合法的话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可以将大部分的钱 拿回来 最怕最怕 就是错过这个三十天的期限 一旦你不及时通知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三十天是个关键期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带钱进来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local的 local的contact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 当地的朋友帮你来带你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律师 陆续律师用你的授权书的话 可以直接向移民局报备 有什么新的通知 请寄到律师楼来 以后律师可以帮忙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利